第18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江苏代表 在圆满完成大会的各项议程之后回到南京 现在是中午的11点半 参加中国共产党第18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江苏代表们 已经乘坐MU7066次航班顺利返回抵达南京路口国际机场 以下飞机他们就受到了热烈欢迎 在芬芳的鲜花和热烈的掌声中 罗志军 李学勇 杨宝华 张连珍 石泰峰 洪强 李云峰等领导同志 和老同志陈焕友和出席18大的江苏代表从机抵达 他们与前来迎接的李小敏 樊金龙 张燕 史和平 周敏等领导同志 及省政府秘书长毛伟明等亲切握手 复制问候 大会期间 江苏代表团全体代表始终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高度的历史责任感 认真学习讨论党的18大报告 深刻领会大会精神 切实履行代表职责 代表们一致认为 党的18大是一次高举旗帜既往开来团结奋进的大会 18大报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确立了科学发展观的长期指导地位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布局 明确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并就实现宏伟目标做出全面部署 鼓舞人心催人奋进 18大选举产生了党的新一届中央委员会 18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中央领导集体 这是我们党和人民事业兴朗发达 后继友人的重要标志 18大会是一个团结胜利的大会 也是一个催人奋进的大会 我想大会以后 毕竟在我们全党全国各自人民当中 指明我们继续 也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力前行 也一定会让我们中华民族走向更大的胜利 18大会以为我们指明的方向 明确的任务 我们更加感到任重道远 我们相信在我们党中央的正确指引下 在我们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 我们全省人民一定会把我们的江苏的人民生活水平提的更高 环境更加的优美 盛世盛会催人奋进 大家共同表示 回到各自岗位后要全面贯彻落实18大精神 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落实党的18大提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和各项重大任务上 为又好又快推进两个率先 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而努力奋斗 我们落实18大报告 做好群众工作就要向下大根 要大根到群众当中去 听名声 听名言 要切切实实地帮助群众本事次 要放得下架子 或者下身子 受得了委屈 另外带着感情做群众工作 我们起立代表下一步主要就是要抓贯持抓落实 所以今天下午回来以后 就要跟我们单位的全体党员还有干部进行一次传达 把会议的精神和我们对今年当前和明年工作 以及今后较长一段时间 起立战略规划都要做一个部署和安排 一同为我们祖国的经济建设 做出我们应有的路 感谢观看